大家好,我是Mike亮 又到了航拍心得分享的时间 今次是第十集 今次的选材和非有都有莫大的关系 大家有没有听过大肚电这件事 或者大家有没有切身有这个经验呢? 大肚电其实也困扰了很多人 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呢? 如果是大肚电的话,有什么解决方法呢? 背底里面有什么成因呢? 今集就会和大家分享一下 图中看到有两幅大肚电的图 有些是这样的,已经胀了 有些都是这样的,差不多了 有什么问题呢? 如果你绑起飞机的话 一来就怕绑不紧的飞机 怕飞机飞一下飞一下 彈了出来的电就掉下来了 扎到人或者弄坏人的东西 二来就是大肚电本身 它里面的化妆都已经是不稳定的了 又怕它飞一下飞一下会突然爆炸 或者下次再充电的时候 会起火、没烟这样的 所以说使用大肚电基本上都是不安全的 那说一说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要先讲一个背景 背景就是说,现在大多数的航拍机 都是用一种叫做Lithium Polymer的电池 就是LIPP 好处就是它高能量 就是比较轻 和比较安全 相比在传统Lithium Iron的电池来说 但是成本是较高的 可能贵了30-40% 除了这个比较便宜的Mathic Mini之外 因为它就用一些成本较低的普通Lithium电池 所以变成了它的Power 就是没那么厉害的 就像之前有人试过 譬如说吊一些东西在一部机里 吊中水 Mini呢 吊了之后都不太能飞到 但如果你说是Mathic Air 2 Mathic Pro 2 或者Pro 1 就是用开Lithium电池的机 就算是吊一些重东西 它都会能飞到 因为它的能量比较高 那本身这些电池 看右边图 就是说它其实有些Gas 就是会噴出来的 那种东西就叫做Electrolyte Decomposition 就是电解质的分解 那这个呢 其实是普电的一个自然现象来的 分解的时候 就会放一些一样化碳 和二样化碳出来 做一些氧气 令到电慢慢地聋起 造成大吐电 这个程序就无法逆转 就是不可以做一些东西 令到它由大吐变成平吐 就无可能 所以就说 每个电都会受中正枕 只不过是快和慢的分别 就像小弟那样 我玩了航拍大概都差不多三年了 但其实我都没试过 弄到自己的电是大吐的 接着会讲原因 如果是长期存在涉事六十度的环境之下 无论是储存或者是使用 其实就会加快它的分解 那这个不是我说的 是找到一些126页的一份报告 它里面讲出来的 而且不利的环境和使用方法 会加速大吐的速度 所以其实大吐电 这个是最终的结果来的 每个电都会大吐 只不过是快和慢的分别 有些就快些 有些好像我玩了几年 我都没见过一架大吐电 那就慢些的 好了 那加速大吐的什么主要因素呢 这里我读了一份文章的其中一段 它就说 其实这些电 不是设计上 在六十度或者以上的环境 是去储存或者操作的 还有这幅图 看到它就说 如果一个是新的电的话 在二十五度的时候 其实它放出来的CO 即氧化碳和CO2 都是4.2和12.6%分别 那如果是一件 就是用得残了的电 就在四十五度这个环境 它那个CO2的含量就高很多 二十六点几% 和分别的CO就11点几% 那所以呢 其实它会emite一些 就是噴一些气体出来 让它越来越胀 那原因呢 就是 第一件事呢 就是 大家会烦 也可能会自动防止了 就是说 电仍然是暖的时候 就去充电 就是说 你可能玩完之后 可能在车里 因为玩完之后 可能很近一辆车 用车的车充来充电的话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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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电仍然是暖的 你走去充电呢 其实呢 就会加快它这个 就是 大套的速度 那但是呢 电本身呢 其实有 叫做 内置温度感应器的 那 其实呢 它就不知道是两眼 还是三眼灯 那样闪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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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 就不让你充电的 那其实呢 它内置温度感应器呢 就是 会自动detect 但是问题呢 就是呢 你未必是 要完全依靠它 未必信得过的 就是 你暖的话 你都不要走去自己充电 就一定安全的了 那 那还有呢 如果电呢 长期处于这个充饱电的状态呢 那 那也都会呢 是加速这个大套电的 那 那 其实不是啊 其实DJI里面呢 其实有个安全设施的 它呢 通常呢 就两至十日 就是视乎不同机种啦 那有些就是说 七至十日呢 就会自动放电 就视乎你的设定的 那 那譬如说Mathric Pro啊那些呢 那些呢 就可以选择的 那但是如果Mathric Air的话 就没得选择的 那它就会自动放电的 那 那 所以其实就不应该会有这个情况的 那再看下去了 那 即使你不用的话呢 你都整天充满电 那你呢 就依靠呢 里面的那个自动放电功能呢 这个整天都见的 就是很多朋友呢 都会说 啊 放完机回去呢 是不是都充饱它 玩的话呢 就是不用再充 不玩的话呢 就有它自己自动放电咯 那 但其实呢 这件事呢 是会对电有影响的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就因为呢 其实呢 那个自动放电的方法呢 就依靠呢 它来自那个电阻 所以它里面有一些 类似 就是电阻的物体 其实就是有点发热的 电阻一定发热的了 就是呢 将这个电量呢 变为热量呢 来到射 就是散射出去 那这个呢 这个呢 程序呢 就会令到电的温度呢 其实是上升的 那尤其呢 就是放弃一些 不通风的地方呢 因为其实那些 热力呢 比如说你放在盒里面 那这样的 那等它自己放电的话呢 那盒又不通风的 那你局主里面的话呢 那散热骂呢 就令这个情况更加恶化 就是说长期 可能五十几 就是五十几度那样呢 接着又散不了热呢 那就令到它的电呢 就是它的气体就会飙出来呢 飙得快了 长期来讲 就变得到电了 那这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所以我就 highlight 了的 接着呢 就有可能呢 就是你买的那些呢 淘宝啊 或者是那些不知道 什么鸭尿街的那些呢 就是叉了 叉了 那些电压呢 可能呢 就是不对啊 变了它可能充电呢 太快的 太快的充电的话呢 都会令到呢 这个呢 就是 电解质分解 就是Electrolight Decomposition 这件事的 那太热的时候使用都会的哦 那有些朋友呢 就说呢 我看到呢 就是旧电的温度呢 就是在很热的下天 即是33、34度的时候呢 它真的整五十六七度都不出奇的 那如果大家呢 就是玩的时候呢 都要留意呢 旧电的操作温度是多少度咯 那如果真的去到六十度以上呢 其实呢 就真的不飞好过飞了 那天 那天不要玩了 因为呢 其实都会呢 是令到你的电呢 是快一点大套的 那另外呢 就是呢 你能使用车开Sport Mode來玩啊 那之前有朋友呢 都用Mathic Pro一代都试过 其实好像是 整到构电呢 是有问题的 你知道吗 就是它是连续的 不停在那裡 在煮Sport Mode 那样的 那样的 那它放电呢 那令到构电的工作温度呢 那另外一样呢 呢 就是呢 地前过放 那什么叫电池过放呢 那有些人呢 就喜欢说拉它 拉它你就知道了 就是挑战架机构电的续行极限 尤其是有些朋友玩到接近0%回来 其实构电就叫做过放 尤其是去到0%也有做少许电的 但是你强烈用了那些电 又强烈拉它回来 其实你玩一次那样的电已经残了 就是构电就可能不可以再玩了 玩到0%就还玩 如果回来的话你的电可能都不能用 还有就是说 长期电压过低的情况之下储存 就是有些朋友玩完回来 其实可能只剩很少电 10% 他又不是经常玩 然后就这样放在那里 放在那里其实他的电会走电 而且他的电压本身是过低的 就是说可能一个Sell 3.3、3.3W、3.2W 就是整个电,4粒Sell 加起来都只有13W左右 就是长期这样的情况之下储存 其实就不要说 Electrolyzed Decomposition 这个现象 而且这些东西都会缩短电的寿命 本身 就是说如果你长期是过低电压之内 储存的话 可能你的电玩半年已经打柴了 所以 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看下一版 首先 避免电仍然暖的时候 就是充电 内置也有一个温度感应器 其实太暖它也不允许 但也不要太依赖它 总之如果你的电力摸到是暖 你就直接不要充电了 有些机器 例如Mac 2 Pro 可以自己设定放电的天数 放电的天数 设定越短越好 但这也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是 你使用之后 这个电 其实最好就是充电半门 大概40-60% 如果是计电压 就是15-15.5V左右 之后储存 其实图里面 有一款充电器 你看到这款 它有分红灯 绿灯 和蓝灯 其中蓝灯的功能 就是 它就可以自动 就是把电 充到半满 大概50-55%左右 大概15-45.5V左右 就是 充电好之后 就可以储存 如果下次拿出来玩 其实你充电的时间 都是充一半 因为你充到一半满 它就不会自动放电 那你如果下次 真的想拿出来玩之前 你再用一半的时间 就可以充满 如果真的 你没有这些充电器 其实都有解决方法 就是 你人工充到半满 就是说 通常那些电 有四眼灯 对不对 你充到两盏灯 两盏灯 就是半满左右 如果有电压显示 就充到大概15.4V左右 所以 最重要就是 不要不充 也不要充到 100% 除非 你真的想着 这两天之内 会再放机 再玩过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你储存 那些电的位置 最好就是 通风 以及 不要逼着它 或者是 不要去近热的地方 例如说 可能是近些 就是 有些叫送风机 前面就很凉 后面就很暖 你常常放送风机后面 那 变成了 电就会加热 如果你真的充满之后 你都可能会不玩的 你说两天之内放机 但是 原来天气不好 或者没有空 那你都不玩的 就是这些东西 预测不了 那你就不要依赖它 内置的放电功能 那可以怎样呢 有两个方法 一是 就利用一些 又是 有放电功能的充电器 就像这部 那样 就是 教导它去 这个 红灯的话 它就是会放电的 但是它就会放到0% 千万不要放到0% 你就看着它 放到电压 大概是15.5到15V左右 然后 你就不要再给它放了 或者 是用一些叫做 外置放电器 就是说 DJI 如果你是买这个 combo的话 通常会连这些东西 给你的 这些东西 它说 是用来叉你的电话 通常那些人都丢在耳边 不会理会 但是 这些东西其实是有用的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它隐藏的用途 就是用来放电 人工放电 就是说 你隔着电的话 它就会放 但是它就不是用 旧电里面的电阻来放 因为你用旧电里面的电阻来放电的话 就令到你的旧电 就会是加热的 而热的话 其实它的气体 释放速度就会快了 就会加快大肚这个速度 但是你要够外脂放电器的话 它的电阻就在这些东西里面 所以呢 其实它这些东西跟你够电 是有些距离 因为它有些胶在隔热的嘛 那就不会搞到你够电那么生气 就只是这些东西就生气了 当然 都避免是天气太热的时候用 或者脚开sports mode 或者是过放 就是玩到什么0% 5% 就是这些都要避免的 好了 解决大套方法又怎样呢 首先大套电的话 其实可能是飞多几次 或者十次的话 你都可能玩完打柴的了 最好就是停止使用 以免构成这个飞行隐患 就是无论是它绑不紧那些电 就掉下来的机器 就是摘到人 或者摘到其他一些建筑物 或者其他一些财产都好 或者是 那些电真的因为大套你继续用 搞到它爆开啊 爆炸着火啊 那你都害怕了 是不是 所以就应该是停止使用的 还有呢 这个大套电呢 其实是不可逆转的 就是这个这样的准程呢 只是快和慢的分别 所以我们做些东西呢 就不要令它加快了 还有呢 大套电呢 是没得维修的 只可以重新购买一只更换 而呢 DJI呢 它本身呢 都有个叫做 就是保收政策的 那什么情况之下呢 它会跟你换呢 就是说 如果你够电 是用六个月兼且 一个长环次数少于200次的话呢 它才是保用的 如果不是的话 就不保用的了 其实它也很精的 就是说呢 其实它也预计呢 这个电 用多个六个月 或者是多个200次的话呢 都预计你 一分钟会打柴的 它都不跟你换的了 但是说就这么说了 但是呢 你都应该尝试去要求更换的 原因就是说 就是以免影响这个非行安全 它换不换呢 其实它有大条道理说不换 因为始终它的一个保收政策呢 是不换的 如果你超过六个月的话 但是呢 我朋友呢 就试过呢 他带了三个电器DJI那里 那里 三个电器之中呢 有一个电器 他查到的0 number 其实呢 是属于水货 就是不是行货电 可能是在淘宝买的 但是最终呢 那三个电器呢 都免费跟他更换了 你看到呢 他total呢 如果他带了1079乘3呢 最后应付总价是0呢 是不用钱的 换过三个电器给他 那真的好着数的 那朋友就说他自己 就是因为帥仔 这个当然是他的说法 那当然他也帥仔的 那看看大家是否帥帥 帥仔或者帥女 如果帥仔帥女 的话呢 就或者会更好 那就 不论行货 水货 就是总之 如果你用多个六个月 或者是二百次的话呢 你都照找他换 那他最终可能会换给你的 那我朋友那几个电器呢 其实呢 他就不太记得什么时候买 但是他就说呢 应该呢 就超过一年了 那最后都换给他的 那所以就看看大家 好不好找 希望大家都good luck 如果是有大套电的话呢 就不要理太多力去换 那这里呢 其实我有个关系的 那就是说 例如你现在Mathic Mini 和Mathic Air 2 就转了这个 就是所谓 Local Distributor 就是OTG 那OTG呢 本身呢 其实呢 都是依赖背后DJI给服务他 那有什么事他都问DJI 那还有呢 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他 他办公时间是一至五 就十点钟去到六点半 那这个时间呢 那如果你上班的话呢 就麻烦点了 因为下班未必去得及 LUNCH 你闪过也未必闪得及 那样 那星期六日都不开的 那这个呢 就如果真的有Mathic 2 Air 的大套电呢 就看看真的 能不能换到 大家都可以试一试 OK 那我就改了我频道的封面 和我那个 就是那个Logo 那之前呢 那个Logo呢 是一只猫仔 那只猫其实过生了一段时间 所以我都 就是 不想说用一只过生的猫 用那么久呢 那这个图片 那所以我都换了我的Logo 那希望大家可以 subscribe my channel 那就是 赞好 留言 分享 那就是我一直都会 分享一些行拍啊 拍片啊 攝影啊 和一些后制的心得 那多谢大家的支持 今集就到这里 拜拜